最近數個月,樓價一直回落 雖然與正常人類可以負擔的水平仍有一大段距離 不過,總算有點希望 誰不知一個林鄭Plan比發展商的呼吸Plan更惡毒 直接把上車盤的定義推高至800萬甚至1000萬水平 林鄭Plan推出一個星期,香港樓市可未經歷瘋狂的一周 單單以一區將軍路為例,已經有百中成交 各個地產代理、大客、看樓、看到腳軟 甚至有區內代理豪然 我敢說,整個將軍路價錢比較合理的款 這幾天已經走了八九成 亦有代理行統計,35個主要屋苑在16至20天 已錄得97宗成交,即平均每日約19宗 比施政報告前,平均每日5宗,高出約2.8倍 至於價格方面,雖然近幾天的成交都視以量取勝 暫時未出現很誇張的高價成交 但若對比低位已經大幅反彈 不少業主在早前暫時時減價,過去數天 已重新反價,價格超過一成的也帶有人在 不過,好幾個代理及發展商高層出席活動時都說 林鄭Plan不會令樓市即時反彈 又說不會影響整體樓價 不過也有一些豪宅代理朋友說 近這一星期,大屋苑二手大旺 雖然整體樓市好盡很好 但豪宅成交仍然零升 主要是林鄭Plan 只有一千萬以下的買家可以受惠 對大馬物業其實全無實際關係 但貿易戰,香港運動等因素現在仍然存在 所以他都相信 林鄭Plan不會全面推高樓價 他們都說到此塵塵 畢者心想,可能中大馬物業不能受惠 價錢或許真的未會因此大幅上升 亦造成樓價不會普遍地上升 不過,硬見的是 中小樓樓樓價已經在大幅反彈 亦相信,這只是一個開始 小樓樓樓價應該會持續上升一段時間 這代表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香港主屋問題 並不是住一千尺的人 沒有錢買二千尺的屋 而市中下階層人士 連一個三百尺的單位都未必買得起 所以高樓價,樓價平穩或下跌 對一般百姓其實沒有幫助 反而上車本樓價上升 小市民供樓更吃力 林鄭Plan到底是幫你上車 還是推離落火坑?